哈喽大家好我是满满 今天的vlog主题呢就是跟我一起过圣诞 圣诞节呢应该是我一年当中最期待的一个节日了 所以今天呢我也打算去买一点东西 然后把家里面呢稍微的布置一下 今天呢我还特地穿了一套就是非常有节日气氛的look 今天呢我是穿了一个羊羔毛外套 然后里面呢是穿了一个红色的毛衣 因为这个毛衣它是这种V领的嘛 所以里面呢我又叠穿了一个小高领 下半层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牛仔裤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已经回家啦 现在呢要把这个圣诞树给装饰起来 我现在呢已经布置完地了 是不是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但是还少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圣诞树下的礼物 往年呢我都会和朋友护送各种圣诞限定的化妆品啊之类的 但感觉每年下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已经没什么新意了 而且年纪大了嘛除了化妆品之外呢 会更加注重一些提高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一些东西 像头影仪啊按摩仪啊 还有我最近一直想要入手的电动牙刷 但现在市面上的电动牙刷的种类真是太多了 而我呢既想要高颜值又想要非常好用的 虽然呢一直在尝试不同品牌的电动牙刷 但是最近呢我就收到了这个菲利浦和冰淇淋香水合作的限定礼盒 我真的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也非常适合拿来当做圣诞节的礼物 首先这一个包装呢看着就很有节日的气氛 它是一个红色底 然后加上了这一个流金的纹路 就看着很有质感 而且跟圣诞节呢也很搭 而且它这一次是因为跟冰淇淋合作的嘛 所以这一个套盒里面呢除了有牙刷之外 还有它们的这个香水 里面呢是一共有三瓶 我觉得像这个套盒的话 它就是既有实用型 然后呢又会带着一点点的小浪漫 会比单单寸一个牙刷呢会更加的有新意 而且它这个电动牙刷呢 本身就非常的少女心 是一个粉色的 我拿到它的当天 我就迫不及待把它给拆掉用了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其实做过了很多关于电动牙刷的功课 像菲律普这个牌子呢 它是非常受牙科专家推荐的 我其实自己之前呢也有推荐过一遍 但是那个牙刷呢不小心被我给弄丢了 所以我呢又趁这次机会又入了一把 我用下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它的振动的频率和刷毛的摆幅都是很稳定的 而且呢非常的温和 所以用起来呢也会舒服很多 重点是它的清洁能力呢也是非常的好 我真的是用下来之后感觉自己前二十几年的牙呢都白刷了 你们要相信我真的是用过电动牙刷之后绝对不会再想要去用传统的普通牙刷 像它的话是一共有五种模式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它的这个亮白模式了 还会有三十秒的抛光 如果是牙黄的话平时我们喜欢口红都会受限制 所以这个功能真是深得我心 而且它的话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科学计时功能 因为像我们平时刷牙的时候可能就是普通的随便刷一下就结束了 但是这一款牙刷呢它会把我们的口腔分为四个部分 来确保我们每一个区域刷的时间呢都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这款牙刷呢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杯子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杯子呢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出口杯 但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感应的充电杯 只要随手把牙刷这样子放进去呢 它就可以充电了就不需要再单独的弄一条线 如果你平时需要出去旅游的话 它还有一个这样子的USB电鞋充电盒 然后里面呢可以这样子放牙刷和刷头 也是超级方便的 所以无论从功能性还是颜值来说 我觉得这一块牙刷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现在在看视频呢 你还不知道给另外一半送什么礼物的话 我觉得像这个套盒 真的是一个又贴心又浪漫的博尔选择 当然如果你想要买i-sou给自己的话 那也是非常好的 毕竟一个人呢也要好好地过圣诞节 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呢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拜拜